歡迎回來 有夠讚的中大帝 我是賴咪 我是一烈 今天我們現場邀請到台語歌台 小天王許富凱 這麼快啊 大家好 還沒...三十 還沒 要開演唱會啊 這不簡單耶 真的很不容易 你這樣唱幾年了 這就是他破紀錄的喔 對 是不是台灣的紀錄 對 你要看嘛 他挑工的嘛 對啊 因為他已經習慣當紀錄保持人了 你說我們朋友費一千啦 你朋友 這次一千就變你朋友啦 熬到多大年紀啊 對啊 所以 最年輕的 這個在小巨蛋 嗯 開唱的啦 高雄巨蛋開唱 對 好啊 因為那時候 你說你國小四年就去學唱歌 為什麼你大家要唱嗎 也沒有耶 也沒有 人家叫你去學你就去學這麼乖 因為我祖先 我們爸爸媽媽 她是在做美髮 媽媽是開美容院的 開美容院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小時候 我高雲哥哥和姊姊都差十幾歲 蛤 對喔 我是最 就是我們差距說十歲以上 嗯 對然後那時候 呃 媽媽她的觀念就是說 小孩 雖然工作很忙 嗯 她媽媽要跟小孩說給小孩 就是阿公阿嬤照片 小孩要帶在辛苦邊 對 帶在辛苦邊 所以那時候我媽媽就是變作美髮 旁邊有一個衣玖子 嗯 就給我放在裡面 然後那時候旅行那個豬大哥的那個 歌廷秀 歌廷秀的錄影帶 我爸爸就在那拜都會 固定去租 因為都會初心的嘛 嗯 啊就是租回來 然後就放在 就每天飽 然後喝 五涼起來就是看看看看 啊喝之後就睡一睡 10天我這樣行程 你就每天在媽媽的美容院裡面 對那吃五涼睡以外就是看那個歌廷秀啊 所以我小時候都八戒的 就是都不會 不會出去還是要靠 就是每天看 很乖的啊 就是這樣 啊所以你就因為看看看看 看到對表演唱我這件事 欸你也覺得很熟悉 所以模仿祖國亮對你的講是很難的 哈哈哈哈 模仿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好像跟你講說你不要亂 所以 所以你是 你因為看那個 不是我都學到不好的 哈哈哈哈 好啊 你是說不怕啦 不行啦沒有啦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們不模仿 你不要這樣 我們是小天王 你不要這樣破壞形象 我需要做這個事情 我現在又唱歌 對啊 你因為這樣 所以唱歌對你來說不陌生就對了 不陌生 而且那時候他們唱的歌 我現在大聲聽 其實都有印象 就是我小聲聽過的歌 嗯嗯嗯 所以那時候 欸 他們又流行那個3D新人歌唱排行榜 在我國小那時候 嗯嗯 所以那時候我 他們說蘇妹姐啦 嗯 方順吉啊 嗯嗯 他們那時候很紅的嘛 對 那時候買他們的唱片回來聽了 嗯 所以就開始學他們的歌 然後就老 爸爸又說要找老師學唱歌 就去學唱歌 哦 哦 哦 你就 真的他也很乖啦 就是在那這條路就是 媽媽她放在店裡 叫他看路人家他就乖乖乖乖 又乖乖 他乖乖 啊去比賽 報比賽 也就去比 然後這樣子 你有沒有通過過幾個比賽 好 從國學要四年到現在 差不多三四百個節目哦 三四百個節目 經驗就是在累積 有讓你印象比較親密的事情嗎 在夢阿寶旁邊比賽 這是我最印象深刻的 沒有啦 為什麼跳到夢阿寶旁邊比賽 不是 因為那時候高雄 因為那時候高雄 你如果想到什麼 要唱晚上的嗎 當然唱晚上 蛤?真的唱晚上嗎 發電話金嗎 不是發電話金 在那個風港 風港 行春風港 屏東風港 有一個叫什麼夢沙的地方 他們的舞台 又是用一種演唱會的舞台 很高級 很專業的舞台 請華氏大樂隊下面來伴奏 他就是在萬英公廟的旁邊 可能有人要興奮 所以他就辦歌唱比賽 那時候你想到什麼工地秀 法會公司廟會 各大節慶 他都會辦歌唱比賽 夢阿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那你 除了說 哪唱的哪搶以外 哪搶以外 會發生什麼大事 沒有啦 那很多人怎麼會搶 你當中很多人 人氣很旺 怎麼會怎麼 所以那時候只要有比賽 你就去比 就是去比賽 因為那時候 都不用最高嗎 比賽是開經驗 還有獎金 有獎金 有獎金 有收入地 有... 洗衣機 腳踏車 電視 洗衣機 可以搶行李 沒辦法啦 他就是現場 拿在現場 所以你爸爸要付這個材就對了 對 所以你爸爸後來聽說都換那個火車嘛 這裡去比賽都換火車 因為特別比賽都要幫電視 幫洗衣機 對 都跟朋友救火車啦 不跟他貴啦 對 所以我們家的火車最多 喔火車 有時候啦 有時候送火車啦 什麼活動就送火車 你要離開的活動 到現在也是就是火車 所以你每次比賽都很多空手回來了 對吧 也不一定 因為那時候洗衣服都說唱嘛 不知道什麼叫唱歌 就唱歌就這樣唱 所以你說洗衣服的 成績很好嘛 不說很好 對 對 問題這樣就是同樣 發情你也沒有排斥 其實會排斥 可是因為我是屬於那種 喔好 你們安排什麼 我就做什麼的人 我不會多說什麼 所以其實是你爸爸喜歡比賽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高雄這個演唱會 是你爸爸去辦的嗎 對啦 沒有啦 你去唱 很年輕的耶 很年輕的耶 很演唱會耶 所以 我記得說 聖經裡面有一句話說 從順服就猛服啦 嗯 就是有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你看富貴的這個 他的人心這樣一路走 他就是很順服的啊 是 對不對 他爸爸媽媽對他的這個安排 他沒有想要反抗 就歸歸這樣 你看 他的人生很嚴重 他就變成一個 你看 那紀錄電視的紀錄保持人 還在那個小巨蛋開唱最年輕的台語的歌手 所以這就是他的蒙福的人生啊 但是聽說 雖然說你很順服也很蒙福 但是聽說你也不要說 因為譜看不懂 被樂隊老師怎麼樣 一開始啦 一開始啦 因為那時候 我在八大電視台比賽之後 我就去做兵 那做兵回來有一段時間就是沒有工作 然後那時候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我是各種耳末美法的 然後我想說好吧 如果不要就是做美法 如果沒有唱歌的歌 那在因緣機會之下 就實在舞廳的老師 那老師就給我引進去舞廳 就開始駐唱 然後那時候剛才去 因為 去舞廳不是去跳舞嗎 沒有沒有 跳舞的人嘛 總是要有影響 現場的變 現場的變 他這個舞在就可以跳舞 所以那時候去的時候 老師說 你看 一個月 對一個月你可能要準備上千首的歌 因為每天的歌不能重複 蛤 對 每天的歌 然後一天要唱十三首歌 啊就是 啊有這麼多歌可以唱嗎 你都要自己去趕快去找啊 一直唱 對一直找 然後找破 然後開始 因為那時候唱歌 你不知道什麼 你要拿破給老師啦 對 老師有時候你要拿破給 你要唱四顆歌 什麼 你要破給他們 啊他唱歌 用那種卡拉OK機 就是那個 頭前有四顆球 嗯 對 對 那個 通常不像 你看他自己去 但有五限譜的 看那個 現在叫簡譜 321啊123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也不會定氣 啊就是定了暖七八十 有時候唱 男人的歌 跟他唱一隻呢 男人的氣 不就是夏歌點 都下錯這樣子 所以 因為剛去的時候你壓力會很大 然後老師就剛認識嘛 所以有時候也就是不耐煩 你去那裡沒有買婚去請那裡跟老師輸嗎 還年輕不好 我買滷味給人家 不然他們也是都這樣 要滷味 在旁邊就有那些滷味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可能是到最後我們變成很好的彭彥 他也不耐煩耶 對你怎樣 摔東西 不然就是在旁邊 翻白眼睛 慘嘛慘嘛慘嘛 喔 最怕說老師太氣了吧 所以第一次我就跟媽說 我唱了 不要啦 不要唱了 因為我找藉口說 嗯 我剛剛那個地方蠻多人抽煙 我覺得對我的喉嚨會有影響 什麼的 開始在找理由 我媽 他們三部這樣 我媽其實 看得出來 她知道我在怕什麼 她就說 你不要假了 你就是氣 然後就是硬著頭皮 你怎麼跟你說 不是說 阿不等你洗頭好了 沒有沒有 她叫我硬著頭皮去 嗯 那你就克服了 阿你現在也都在那裡看了嘛 對不對 還在那裡看了 對啊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一點點困難 就放棄嘛 我爸爸媽媽這個觀念很好 你就是氣這樣 勇往直前 我爸的觀念是那種 我爸的觀念是那種 阿你回家要快點啊 我這樣囉 對啊 你用他生理好到 是啊 我們家旁邊 家族還沒做 沒做毛膽吃 你當時事件就好了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爸的 跟孩子的觀念是說 你如果要學什麼 你就會學好轉 嗯 就學到學到好 如果真的到最後不行的話 那再說吧 嗯嗯嗯 就是我們一定要 計一百分的努力 嗯 你有認真打拼過 沒想說 我們就接受 不過你都沒拼 你就放棄了 這樣就不行 對不對 所以真的 富凱有 有這個爸爸媽媽 背伴支持他 做這個 這個歌大 這個手藝 他也願意聽 也願意堅持 這有今天的成功 一樣來繼續聽富凱的歌 嗯 麵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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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有特別要跟大家介紹的地方 因為最近天氣都怪怪 有什麼冷 有什麼冷 有什麼感冒 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去跟麵酒皮 哈哈哈哈哈哈 來聽富凱的麵酒皮 你這幾天冷的時候 你會去想到富凱這首歌 謝謝 哈哈哈哈 求婚家爱你去 爱你的身为天津 我醉你小小的温暖的蜜蜜蜜 为你花醉当天的鱼蜜蜜 嫁你深风吹 嫁你两年几枚 因为你是我爱你坐 我醉你小小的温暖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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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嫁你呀呀为你来静不悔 这份爱的代言 爱你紧生紧色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 我罪你小小的温暖的蜜蜜花 为你我做当天的日的花 这里是有风吹 这里两年几买 因为你是我的一切 我罪你小小的温暖的蜜蜜花 你你呀呀 为你的情不悔 我只好爱的概念 爱你今生今世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